接下來我們要做介面上的設計 主要有幾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我們在這上方 先加入四個按鈕 四個按鈕 就直接拖拉過來 修改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有的時候介面 它的原件越來越多的時候 希望稍微做個排版會比較清楚 那這裡你可以藉由像表格的方式做輔助 比如說這邊你可以在這邊先插入一個表格 比如說兩邊按確定 那這邊可以稍微把它拉大 這底下假設說我要變成一個欄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它也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合併儲存格 可以把底下變成一個 可以放一個image的儲存格 可以稍微做一個排版 就是利用表格的方式來做排版 那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上面 假設拖拉過來 這邊一個button 那button的名稱呢 這裡當然你可以修改 比如說btn 那原則上比如說你abc btnabcd都可以 或者說你可以 它的功能性能 你可以針對它的功能性能 去做給它一個名稱 那這邊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給它一個簡單的名稱 這個abcd好了 那再來後面 你就在這個上面名稱改一下 比如說在text的屬性 拖拉過來之後呢 這個屬性呢 它原來可能叫button1 那你修改幾個屬性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id id的部分呢 比如說它可能叫btbutton3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個 匈牙利的命名法 我們上禮拜有講就是btn開頭消息 那假設它是第一個按鈕的話 就a 假設說它是btn a 那這個再拖拉出一個之後的話 在這邊改成 btn b 好了 以此類推 enter 那上面的這個 秀出來的這個文字 你就直接改一個屬性 這邊有一個屬性呢 叫text 上面顯示的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變成屬 或者租的話 在text的屬性上修改就可以 再來的話呢 加跟減也是一樣 減的話 直接在test上面輸入一個減 讓它秀出來的就是減 再一個加 先這個放四個按鈕 再來的話呢 在這邊拖拉出一個 dowdownlis dowdownlis在這裡 上禮拜也有用過 dowdownlis呢 你就把它拖拉過來之後呢 再來要做一些設定 那設定的部分呢 點下去之後呢 選擇編輯項目 編輯項目 編輯項目裡面 哇